听小雨 听小雨 滴答滴答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答滴 可爱快乐的小雨 看小雨 看小雨 好想穿穿的珍珠滚进绿绿的天里 这是早午的稀奇 听小雨 听小雨 滴答滴答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答滴 可爱快乐的小雨 看小雨 看小雨 好想穿穿的珍珠滚进绿绿的天里 这是早午的稀奇 这是早午的稀奇 诗香情 时间过得好快哦 自从拉杰为雅各生了第十一个儿子之后 转眼就十四年了 这个时候雅各开始想家了 嗯 不知我的父亲母亲以及哥哥们 他们都还好嘛 哎 我是应该回家乡了 于是他去找舅舅拉班说 舅舅啊 我来你这服侍已经十四年了 怎么样啊 有什么事吗 应该是我回家的时候 我想请你把这些年 我服侍你应得的工价给我 好让我的妻子儿女 跟我回老家 这些年你是看见的 我如何的尽心尽力的为你工作 拉班听见雅各要走 他倒是担心起来了 他心想 走 糟了 自从雅各来之后 我的财富牛羊 日渐增多 现在说要走了 岂不是我的损失吗 拉班是个聪明人 贪心诡诈 他可不想雅各离开 因为他害怕雅各一走 上帝就不再赐福给他了 拉班就对雅各说 如果你还把我这老丈人放在眼里 还纪念我们的情仪 那么我请你继续留下来住啊 因为我已经盘上过了 上帝因为你的缘故祝福我 反正啊 你们在我这住得好好的 孩子个个不都在这里出生的吗 走 走什么走啊 可是舅舅 你是知道我离家已经好多年了 我的父母如今 尚未见过我的妻儿呢 拉班知道留不住雅各 不过在雅各离去之前 他还想好好的利用雅各 赚取更多的财富呢 他说 嗯 如果你们真要走 这样吧 再多帮我几年 而你把要付你的公价提出来 我可以雅各 我可以雇佣你啊 雅各回答舅舅说 舅舅啊 这十多年来 我是怎样卖力为你工作 而且你所有的牛羊都是我照顾的 这些你都知道 在我还没有服侍你之前 你的牛羊产量不多 现在你看 这一群一群又匪又大的牛羊 不都是我照料的吗 是 雅各华随着我来祝福你 看你的产业日渐的扩大 但是我呢 唉 一无所有 妻子儿女都成群了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成家立业呢 拉班知道自己的要求可能过分 只好说 那你说说看 我要怎么样付给你呢 舅舅 你什么都不用付 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就可以了 然后我可以继续的为你牧羊 什么都不用付 这听起来倒蛮吸引人的 对拉班来说 何乐而不为呢 他就仔细的听听看雅各说什么 舅舅啊 今天我会查看所有的羊 只要羊身上有点的 有斑的 有黑的 我都会把它挑出来 这些有点有斑的 就算是我为你工作的代价 你觉得怎么样 咦 这个交易 对拉班来说 倒是很合理 又可以赚取更多的牛羊 何乐而不为呢 在中东一带 羊多半是纯白色或是黑色的 要有杂色的羊真的不多 这么多年来服侍拉班 雅各知道 如果无力可图 拉班是不会答应的 拉班听了马上回答说 好啊 好 照你说的去做 没问题 不过当天 拉班制个 马上把所有的山羊绵羊都赶在一块 并且一只一只的轻质检查 嗯 纯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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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黑的 纯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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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的 白的 黑的 嗯 哎呦 这只有杂色的 OK 拉班分出所有杂色的羊 并把它们都圈在一处喂它们 好 就让这些纯色的跟杂色的分开 免得给雅各抓走去交配 我倒要看看这些羊怎么生出杂色的 哈哈哈哈 到时啊 不都是我的羊了吗 他把这些杂色的羊就交给自个的儿子说 你们好好地管好这些杂色的羊啊 千万别让雅各抓走去交配啦 你们圈住这些羊 也要远离雅各的羊群 越远 越好 从那天起雅各开始牧养这些纯色的羊 他知道羊的习性 它们通常只在喝水的地方才交配 唐各也听说羊群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交配 便会产生什么样的小羊 使鰭 于是啊 他在水槽边 插满了羊树、杏树、枫树枢 并把树肥削去 让树枝呈现出斑点 然后那些羊在四处都有斑点的环境下交配 就这样产生了有斑点及杂色的羊 当一只一只杂色的羊出生之后 雅各高兴地知道上帝祝福他 他说 我得把羊都分出来 纯的是拉斑的 杂的是我的 雅各向来是一个用心眼的人 他看见这些比较肥重的羊要交配的时候 就把羊树、杏树、枫树插满了水槽边 他相信肥壮的也会生下肥壮且带斑点的羊 他看见一些比较瘦弱的羊要交配的时候 就不把树枝插在水槽边了 小朋友你想想看 这些瘦弱的羊交配之后 生下来的是肥壮的呢 还是瘦弱的呢 当然是瘦弱的纯羊 原来那么早的时代 雅各就懂得优生学了 哇 上帝就是这样祝福雅各 不过啊 拉斑见雅各越来越富足 心中难免吃起了酸葡萄 一天雅各听见拉斑的儿子们 窃窃私语地说 你看那个雅各 他来到我们家之后 不但娶了我们妹妹 现在连父亲的财富 都给他抢了 是啊 当时要不是父亲收留他 他都不知道到哪去流浪呢 现在看起来比我们谁都好 人也比以前威风了 是啊 发了财 目中无人啊 同时 雅各也看得出拉斑对他的态度大不如重浅了 拉斑的态度越来越不友善 后来上帝对雅各说 雅各 哈兰 哈兰不是你长久居住的地方 如今是时候回你老家了 放心的走吧 我会与你同在的 雅各得到上帝的指引 于是把拉结吉利亚都找来 你们有发现你父亲对我的态度不如重浅了吗 现在啊 总是以恶言相待 幸好啊 上帝保守我 也一直与我同在 我们看得出来啊 不但是父亲如此 连我哥哥们都非常的不友善 你们知道 这么多年来 我是如何尽心尽力地服侍你父亲 但是啊 他百般地为难我 给我应得的公价却改来改去 一直不守信用 不诚信 幸好我的上帝一直堪顾保守我 因为你父亲 一诡诈对待 上帝却不断地向我伸手 使我丰富 我看也是时候了 上帝对我说话了 要我带你们回家 回我老家去 是啊 我父亲也没有照着西书 把应该给我们的产业分给我们 连我们那一份 他都给吞了 我们在他眼中 只不过是外人罢了 老公啊 既然如此 那你就照着上帝的指示去做吧 我们就跟着你了 就这样他们夫妻商议之后 决定离开哈兰 回迦南了 亲爱的小朋友 雅各离家将近二十年了 上帝再一次地唤醒他 并要带领他回迦南 这二十年里 上帝透过拉斑的脚滑 来训练雅各的性情 因为雅各从小就喜欢耍滑头 而他因为拉斑的缘故 吃了不少苦头 上帝为了使用雅各 用尽了许多心思不是吗 因此 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考验中 总要知道上帝透过这一切 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成熟及健康哦 好 现在把你的手合起来 眼睛闭上 跟Debra牧师一起来祷告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你是耻爱的神 重视雅各如此的不完全 你还是用爱来爱他 并给他机会 谢谢主 我也为我现在的课业 学校及朋友家庭来感谢你 相信这些都是要来帮助我成长的 求主赐给我谦卑的心 来学习并领受 孩子祷告 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